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过的失望 认真地重复了一遍 嗯 你怎么知道的 转眼间 普普眉头一皱 是不是他被抓了 那我和浩子要赶紧逃了 不过 你呢 不 他没被警察抓 是我问出来的 他把电视上看到那个男人 以及早上的事说了一遍 听完 普普惊讶地张口 你一个人去他加棍他这事 很危险 朱朝阳不屑地撇撇嘴 一点都不危险 现在没人能抓到他 只有我们有他的罪证 他拿不到相机钱 是不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怎么样的 普普点点头 同时又担忧地望着他 可是我还是觉得挺危险的 放心吧 我有数 他杀了他岳父母 又杀了他老婆 上回他说自己是上门女婿 钱不是他的 现在 他岳父母和老婆都死了 根据继承法 这一切都归他了 相信他很快就有钱来买相机了 你认为他最后真的会花三十万买吗 当然会 不过他说他这几天家里办丧事 很忙 我过几天再去找他要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当然了 你是为了我和浩子 我当然应该陪你一起去 不不 过几天我要找他的这件事 不是为了你和浩子 那是什么事 我还没想好 不过 我希望你到时候能帮我说话 我肯定会帮着你 那就说定了 我们一起过去 到时候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要站在我这边 支持我 好吗 瀑瀑想了想 果断答应 没问题 我一直会站在你这边的 说完 他又难为情地低下头 连忙扯开话题 你爸最近和你关系怎么样 我爸已经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你爸怎么会忽然死了 我是说 他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我和我妈都被婊子派人破了大便 家门口也被破了红油漆 我报警了 警察要抓婊子 他却至始至终 维护着婊子 在他心里 只有婊子是最重要的 我和他 完全是两家人 他只爱着婊子一家 他把婊子找人破大便 破油漆的事说了一遍 瀑瀑握拳 义愤天鹰 怎么有这样的人 还破你大便 实在太可恶了 应该把婊子推进化粪池里 活活淹死他才解气 对 我也恨不得是这样 朱朝阳嘴角冒出了一抹冷笑 最后婊子怎么样 警察关他多久 才关了一天 交了罚金 才一天 警察肯定被婊子收买了 警察从来都不是好人 我爸就是这么说的 这事也不能全怪警察 本来是要管婊子好多天的 但是我爸 要我别追究婊子的责任 这 他扑了你大便呀 这样的事 你爸怎么能叫你算了呢 他的心里只有婊子一家 他不光叫我算了 还说给我一万块钱 弥补我和我妈 他给你钱本来就是应该的 一万块 挺多的 不过他本该给你更多 朱朝阳 看着他一会儿 冷笑一声摇了摇头 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 他不说钱 他还是我爸 他给我钱 那一刻起 我爸就已经死了 他不给你钱 才不是你爸呢 为什么给你钱 反而不是你爸爸了 朱朝阳 看了看他笑了笑 仿佛是个大人一般的目光 瞧着他 等你再过几年就明白了 朱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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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朝阳